Léo聊世紀,天天的故事 大早,我是Léo 今天來看 賽爾特人對上越南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四座活博 這好難聽喔 都習慣把這張地圖叫做四虎 這場比賽是在天空熊8月2號 在天梯上遇到Viper的好幾場 大概四到五場左右吧 這場比賽我覺得也蠻特別的 因為Viper他已經大概兩個禮拜 或三個禮拜沒有打四季帝國了 現在回來天梯上 直接遇到天空熊這麼多場 一定要來播報一下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大約出身點位 11點鐘方向的藍方玩家 是天空熊 選擇了賽爾特人 賽爾特人的特色是 伐木速度是有細面最快的 而且他的攻城器 攻擊速度也是最快的 但是他沒有火炮 這一點稍微可惜了一點 賽爾特人的步兵移動速度 也是有細面最快的文明 賽爾特人最大缺點 是沒有火槍火炮 而且他的騎兵路線比較弱一點 沒有三級的馬鎧 也沒有品種 雖然有遊俠跟大陸馬 所以用起來還是會稍微弱了一些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越南人 Viper出身點位在四點鐘方向 越南人特色 是他的所有的經濟科技 都是有折扣上的優勢 應該不是說折扣 是可以直接去減免木頭 只需要食物就可以研發 而是研發速度 還是其他文明的一倍速度 所以他只要研發這個 手推車各輪走 經濟就會優勢非常大 省下來的時間跟這個資源 可以快速拓展更多農田 更多肉可以出來 所以越南人 算是一個經濟非常好的文明 那越南人他的特色呢 是他擁有射箭場的 單位的血量加成 例如馬功、載毛、強弩 都有血量加成 所以不管是要重裝馬功 或載毛兵、強弩 血量都是很多的 越南人在團戰來說 也是很常出現的文明 他後期有火炮 甚至還有工程工程師 整體用起來 不管是單挑或是團戰 都是有個很好的發揮 他值得注意的是 他有金冠技術、紙幣技術 只要伐木工一多 就可以獲得類似聖物的跳黃金的效果 所以越南人只要減3聖物 再配上50個伐木工 就等於是5聖物的效果 雖然可能應該不會配到50木就對了 所以如果越南人減4個聖物的話 就如同有5聖物的效果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制服這張地圖怎麼打 我們頻道常常在解說 最簡單的方法 只要記得打油海地圖 配置就是直接配5木 然後趕快去補這個碼頭 你的碼頭就可以開始正常的營運了 那為什麼要搶湖這件事情 是因為前期 捕魚的效率非常好 中後期你可以不搶 但是前期你必須還是要捕魚的 所以如果你會捕魚配置的話 不管是在打油墨或四湖地圖 或是其他的油海的海陸混合圖 都是相當具有優勢的 那不管怎麼說 有海地圖跟 有海地圖的話 不管什麼哪一張地圖呢 都是開局先5個人伐木 才會比較好 趕快按下碼頭 那如果你要5個人伐木之前的前期 也是要讓你自己的肉類穩定不斷穿 然後再讓5個人去伐木 才可以纏下這個碼頭 跟漁船出來 那似乎這樣地圖比較特別 海戰會打得比較早一點點 因為如果通常不搶虎的話 會壓力很大 不然就是自己要多開虎 不然就是要趕快去打對方的虎才行 那我們現在看到Viper 這邊升到封建時代 選擇的是一個20匹 兩邊都是20匹 天空熊也是 那這邊的話 差別就是看誰的漁船會按得少 或按得多的問題 那通常四湖的一張圖裡面 大概6到8隻的漁船 應該就是極限了 因為再上去的話 漁船再多 因為這裡的湖 裡面的魚 就這些 吃完就沒有了 而且投資過多 也有可能會自己讓火戰船 很難按出來的問題 好 那我們投資呢 不能把所有的雞蛋 都放在同個籃子裡的關係 所以Viper呢 這裡也是補下一個新的碼頭 天空熊並沒有去補新碼頭 而是雙碼頭 直接想要控制上方的湖 打的就是一個專注 不會想要讓Viper有機會 來控制自己上方的湖的一個 開局模式 那雙碼頭的一個優點呢 就是很容易打贏對方 過來蓋碼頭的這個燒了 其實這邊只按一艘造船 待會Viper真的偷渡過來 也可以即時造出火戰團反擊回去 這是一個確保自己擁有一座湖的打法 那Viper這邊是選擇了碼頭兩邊開 那這邊的漁船來到了七艘 那這邊開始按捕了漁船 那Viper這邊呢 是沒有打算要撒農田 而是存漁船的策略 這也是似乎比較常見的 通常似乎誰越早撒農田 誰的經濟就越差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天空熊跟Viper 到了遊戲時間 來到14分鐘 兩邊都沒有人在補這個 農田了 好 那天空熊 這邊是選擇了工兵前壓 我們頻道上也常常在講 賽特人其實也很適合工兵開局 最主要是因為他的伐木速度夠快了 而且城堡時代一樣可以打奴兵 甚至待會升到奴兵之後 還可以轉騎士頭車奴炮 或是補一些僧侶防守都可以 所以天空熊這個文明最好的方法 就是封建打工兵 城堡時代打工程器 應用時代可以考慮槍兵 配上頭車或是奴炮 或是鬆爛武士的一些前壓策略 都是很適合賽特人這個文明的特性 那MIPER這邊呢 他的後期打法擁有大象 大象強武馬功帝王戰矛 還有這個大槍兵作為輔助 那大象呢 還有這個血量最多的大象武馬的優勢 421血 那MIPER這邊也點下了城堡時代 兩邊城堡時代差了有點多 MIPER這邊是補了太多的漁船關係 補到了14艘漁船 我的天 好這邊是5艘漁船 這邊是選擇了7艘漁船 欸? 這就意味著 這裡居然也有MIPER的碼頭 MIPER的碼頭 補的有點前面 而且也補的第三個有點快 好 那現在天空熊看到了 你這裡的漁船 欸呀 你有漁船我就來趕快燒你的漁船 好 天空熊這裡有點難受 這裡肉碼全部被戳掉 戰毛兵直接殺進來 有點難受 而且戰毛兵這時候是有二級射的 不像封建時代的毛病 打村民不會痛了 這裡要小心了 這個村民可能會死的有點多 天空熊趕快輸出 但是很可惜要集火三下才死一吋 剛剛是有打歪的關係 所以才沒死 現在拿到兩吋三吋四吋 五吋六吋 但是天空熊這裡要遇到的是 待會MIPER要產出騎士的防守反擊 這邊防守反擊 要趕快產更多的火戰船才行 VIPER這邊直接按了更多火戰船 想要守住下面四艘漁船 左邊的漁船開始有點扛不太住 只剩下一艘 VIPER也是趕快努力的去防守 右邊這一坨戰毛兵 中午要被解掉 那目前聰明書來說 還是天空熊戰士領先 3TC太濃起來了 那現在比較適合打法 也是開農策略 我一年前都在說 這個遊戲裡面開農的優勢比較強 也是因為進攻成本比較高 那當時有很多觀眾 不理解我這麼講 但是現在很多的主流打法 都是選擇開農 不管是2TC 或者是3TC 都是一個很好的主流策略 那有經濟才有大軍 這個遊戲就是這樣子 你越強攻對手 如果對手守得好的話 你經濟就越虧 經濟越虧的話 你的壓力就越大 因為你的壓力就會反映在你的成本上 就好像你開店一樣 你的成本 利益越來越少 但是你的競爭對手 利益越來越多 你很容易會被對方的經濟 給壓垮回去 所以這個就是 注重經濟的話 還是比較好打 這個後期 那不得不說 如果你強攻能夠 前壓死對手的話 那就另當別論 這個就是 比較考驗的進攻技巧 那我是覺得 防守來說 還是比較輕鬆一點的 防守反擊 好 這邊肉麻 欸這邊騎士 直接是第一隻 VIPER這一隻騎士 過了下來 好 VIPER這邊決定要轉馬功了 天空熊 這邊是選擇要走弩炮 投測策略 好 這裡點掉 生女 三隻騎士上去硬騎 騎到一定頭破血流 好 麥粉沒有打傷要繼續往前 選擇往後啦 天空熊這邊擁有高地的優勢 這裡全部都是高地 而且也轉出了軍營 三個軍營 再踩重裝長槍兵 OK 很有可能是要打個戰 然後配槍兵 然後再轉頭車 衝車 弩炮的策略了 看來沒有要走鬆爛武士 直接潛壓 那鬆爛武士的話 策略也是比較單純的 因為他這個單位 是天生傷害就很高 鬆爛武士的話 到地獄四大 擁有跟遊俠一樣的傷害值 而且造價比遊俠還要更便宜 移動速度比遊俠慢了一點點 哇 這個青空熊怎麼兩台頭車被騎士吃掉 VIPER這一波的馬風 開始慢慢成形了 那如果頭車會被收掉 那就是槍兵防守不夠多 但是如果只靠槍兵的話 就很容易被對方的馬功給壓制回去 所以天空熊是戰矛配槍兵 還有工程器 這些策略來說 我覺得是蠻好的 但是配兵組成就會比較難受一點 那如果可以的話 再搭配一些鬆爛武士會更好 但是這邊轉變成本會過高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待會天空熊帝王世代會怎麼轉變 兩邊帝王世代差不多 現在天空熊的村民術暫時領先 MAPS資源上目前是落後的 哇大概落後三千資源喔 天空熊補了更多的工程器製造所 什麼一種可能是直接走送頭前壓呢 好那天空熊最後是拿下了三個斧區喔 所以肉類來說對於天空熊是比較有優勢的 那天空熊這邊的話要注意的是喔 這裡的斧已經搶輸了 所以要斧先農田了 這個反觀是viper喔 這邊是打馬功的情況下 然後又獲得了三個斧的情況 總體喔就不能按太多喔 按太多的話會很有可能自己的肉會爆表 反而是其他資源會有些思想的問題 就是打四虎的時候很容易出現的一個問題 有時候虎場太多 沒有去調整經濟喔也是一個大問題 好那現在viper到地獄時代 要趕快補化學三級色 待會有火炮才會比較好解天空熊的武炮 那天空熊這邊要打贏對方的火炮的話 最好就是要轉出青旗兵或是鬆爛武士 欸viper難道的天空熊要轉鬆爛武士嗎 轉了三隻鬆爛武士 但好像沒有升級那樣子 好那這邊不想升鬆爛武士 或許也在顧慮 越南viper這邊的馬功策略 越南人的馬功到了後期 只能到92第一期喔 算是比較可惜的一點 當然圖爾西人高達100滴喔 但是差8滴我覺得性量也算是蠻好用的 而且越南人喔 是不需要研發科技 就可以獲得血量加成 這天生技實在是很不錯 欸結果這個怎樣 欸有三級色跟化學就直接無腦往前A 但是看天空熊的奴炮沒有重型 當塑料在打欸 哇靠 直接被射掉了很多台 這邊有點虧 趕快點下重型奴炮 這裡真的沒有重型奴炮的話 很容易被馬功給射爛阿 Apple也很清楚 你出奴炮 你沒有重裝 就是讓我馬功可以散折打的一個好對象 好兩邊地龍時代 目前最重要的地方是礦點的部分 那現在礦點都守好 這裡都有守住重要的礦點 左邊這個地方 天空熊會比較危險一點 那公子要過來的話 弩炮一定要往回救 那Apple這邊呢 也是想要控天空熊的礦點 還會在努力控礦點的關係 現在這個礦 天空熊暫時不能挖 Apple也是 那現在 Apple要想辦法 把左邊這個城堡趕快解掉 然後把這個黃金給拿回來 那天空熊這跟城堡差的很不錯 好 結果上方的巨頭直接被拆掉了 天空熊現在弩炮身上來到了11台 好火炮出來了 想要直接串掉這台火炮 有機會 再一發打歪 第二發沒中 繼續移動 回頭再打了一發 天空熊 天空熊能夠解掉嗎 完蛋 直接換掉兩台 三台 這個火炮好準好準 好現在槍兵可以無雙 這個槍兵就往前送吧 這個槍兵就往前送吧 好後面有少量的馬弓 直接射掉了 這前面的槍兵 那越南人呢 他是沒有安息人戰術的 所以打槍兵會稍微弱了一些 好目前巨頭 天空熊好準 這個巨頭直接換掉了Viper 一台火炮 好左邊的戰線 兩邊都在努力修城堡 但是Viper這邊 是直接斷了石頭 也沒有打算要買石 這根城堡直接被砸掉 看了Viper要是這根城堡掉了 天空熊就可以爽挖了 好但Viper也沒有打算讓天空熊爽挖 直接拉一圖馬弓過來防守 但是天空熊反應速度很快 直接把臭名收到城堡裡面 好上方的馬弓 掛到了重型炮 重型炮終於升級好的關係 防守對方的馬弓 已經稍微有點給力 好但是天空熊這裡的城堡防守 並沒有太多兵力 這裡透過火炮加上巨頭 還是有可能可以拿下這根城堡 只要有機會拿下的話 這個黃金就可以重新開採 Viper這塊黃金拿回來了 射命的部分 本來要再多採一些火炮 天空熊這邊要想個辦法 去想下要怎麼解掉這些火炮才行 雖然武士 肉馬 重裝騎士 或是遊俠 選擇一個 XD就是這麼難受 不然還有個選項 那就是 大衝車 但大衝車是下下側 大衝車的話 會有點尷尬 也不一定追得到火炮 還是處於比較被動的 最近火炮也是可以預判衝車的位置 好 Viper點下了攻擊火炮 直接用射程優勢換掉一台弩炮 但弩炮真的是沒有人權 戴特人一到後期有武炮的文明 都是這麼難受 除非自己有 輕騎兵 或者是收讓武士 就會比較好反擊了 好 Viper這邊開始轉弱馬了 所以弱馬也是先轉了輕騎兵 Viper的輕騎兵也是有三級馬鎧的 跟賽特人不一樣 有三級馬鎧的話 戰毛兵就很好反擊回去了 戰毛兵怎麼打都是一滴血而已 這是對越南來說一個很好的細節 對方轉戰矛 自己不一定要轉帝王戰矛 直接用肉馬打也行 甚至可以稍微抓一下對方的弩炮 雖然現在這個弩炮的傷害已經到重裝了 肉馬可能會有點難抓 所以主要還是要靠火炮 好 Viper這邊把火炮全部往上集結 下方Viper重新補下了城堡 好 上方想要再次防守 好 那獲得了三個虎的Viper 現在也把旅船自己低一下 野味吃光就完事 所以就會說 這個遊戲其實虎喔 到了後期不是那麼重要 因為其實後期還是可以撒農田的 好 Viper的經濟現在是暫時落後 這個巨頭很準 虎熊這個巨頭是不是自帶 狐獵電的戰狼號呢 好準好準 好 那現在天虎熊領先Viper 1萬2的支援了 哇靠賽特 經濟超好的 這不會是天生伐木加成的文明 呃天虎熊這邊細節做的很好事喔 這個經濟都點好點滿 都沒有忘記任何的一個重要的經濟科技 好天虎熊點下三弓跟化學 左邊的馬弓 十九隻 狂點 直接手勢應該沒問題 後面的槍兵過來救一下 好看來會不會拖到幾隻馬啊 但是Viper還是有做一些操作 沒有讓自己的馬弓直接被抽爛 好右邊的城堡 還是成功用火炮拿下 好最後還有一些火炮 好現在大軍在這 Viper要趕快拉火炮過來救援一下左邊 好這裡有太火炮 包圍一下 打這個奴炮 好天虎熊一直往前走 喔 又被換掉了一台 跑車差點被換掉 還好也稍微扭下腰 好現在Viper中午點下重裝馬弓 完全體終於來了 血量92滴 攻擊力7加4 好天虎熊這時候也轉出了奇兵鎧甲 三弓給點下了 開始爆產清奇兵了 這個火炮好像已經打到自己的馬 一堆馬直接被自己的火炮給砸死了 好完蛋 現在火炮沒有弱馬的幫忙 本人會被抓掉 拉村民過來修理一下 右邊並沒有火 並沒有馬弓 左邊的馬弓想要嘗試騷擾 但天虎熊的城堡蓋的位置還不錯 左邊這個黃金 W機會可以挖一下 但是Viper在左邊有產一個弩炮戰船的關係 那個黃金暫時解不掉 要不要按一隻三旅 稍微把這個戰地給招翔掉 好這裡火炮最後還是被抓掉 只剩下兩台 天虎熊這一波輕奇兵抓得非常漂亮 火炮瞬間下降到只剩三台而已 怎麼有個火炮迷失人生方向 怎麼在敵人的最後方出現 迷襲火炮嗎 好正面串燒 天虎熊左邊大量武炮 直接打爛了Viper的正面馬弓部隊 天虎熊這一波重裝武炮 重型武炮終於拿到了巨大優勢 Viper損失了這坨馬鉤 有點傷 好現在家裡的經濟也是來到極限 天虎熊這裡的黃金術也很緊繃 現在只剩下四個人在花金礦 好那現在Viper拉了幾隻村民過來 想要直接偷挖黃金 這有點過分嘍Viper 不能把敵人家裡的黃金當自己家挖啊 天虎熊兩隻肉馬 噢 也升級大肉馬了 現在天虎熊的主力部隊在左側這個位置 那這個左側想要用火炮往前拉 但是火炮直接往前打巨頭 但直接被肉馬跟槍妹直接圍死 臨死一隻打力炮 力炮兩發 哇 雙響炮啊 Viper這個火炮臨死之前還是打出了架子 天虎熊自然被截掉兩台巨頭 但是這一波肉馬衝了進去 抓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Viper村民術突然村民術不滿100村 那現在天虎熊村民術也掉了一些 但是有開始補村民 感覺後續經濟還是能繼續領先Viper Viper這邊村民術還是落後 那現在是81.4K的經濟優勢 那現在Viper想要用馬弓去抓村民很困難 天虎熊城堡分布防守都很不錯 每一個圈的一圈都可以連著一個城堡 這個直接變成義有其兵了吧 這個法蘭克的科技 連鎖城堡 只有左邊的這塊區域防禦比較薄弱 那其他地方都還行 畢竟不可能直接從正面衝進來 那Viper如果這邊要打力的話 可能還是要從中間拿下 但是天虎熊家裡有三台巨頭 也可以損死反擊對方的城堡 所以Viper能用的招數已經不多了 選項只能擋住對方 天虎熊左邊這坨龍炮 這塊機能拿下來的話 才有機會可以贏了 這邊右邊的地方 現在天虎熊是可以繼續長驅直路的 現在要思考的是天虎熊要打右邊還是要打左邊 那目前看起來天虎熊還是選擇打左邊的路線 這台巨頭架起來了 現在Viper的馬弓 數量還有42隻還蠻龐大的 而且二個弓的 攻擊力也挺好了 趕快三台巨頭 等保趕快修 後面的肉馬也有在空 右邊有少量的馬弓再度防守 馬弓現在分成兩邊阻力 看這邊聰明怎麼有些在挖起儀怪的伐木呢 Mife的木頭好像沒有安全的地方 只能在前線挖伐木 這裡有一些新騎兵 直接上前想要硬抓 但是沒有辦法抓到太多 只能抓到兩台 後面的火炮開始稍微反擊一下前方弩炮 弩炮直接進入城堡室的範圍內 但火炮直接預判了一個位置 打掉了非常多弩炮的血量 右邊的馬弓開始努力反擊 現在馬弓全部集結 但是有隻馬弓請全村之力 Viper努力全 我對多少 這台還是快要40隻修城堡 但說到後面的結果是 Viper沒有辦法去修城堡 沒有了石頭 Viper的火炮還在努力反擊 回頭再打個一炮 可以再換一台 OK只剩下一台巨頭 應該可以稍微拱一下 但是後方的新騎兵衝了過來 Viper的這台火炮又活了下來 後方的馬弓30隻還活著 火炮繼續往前 繼續串燒 看可不可以再多串一點 把Viper的馬弓給串掉 更多的數量 這裡火炮再點掉 但是完蛋 這個有點打了空爆彈 剛剛內法沒出去 回頭再打了一炮 後方的馬弓直接把洛馬給解決掉 後面趕快拉起火炮的血量 火炮的血量再次被民土追魂 最後是打掉了非常多的火炮 這個巨頭才對 哇天空熊這一波有點虧 但Viper的資源已經來到極限 兩邊都是處於一個非常緊繃的狀態 但目前對於天空熊來說 還是有優勢的 這個城堡其實血量很殘喔 現在天空熊點下了工匯制度 只要天空熊能拿下左邊這個礦 Viper可能就要投降了 現在Viper的黃金已經完全歸零 零熊左邊黃金開採 黃金繼續喔 勝利 勝利 就應該有了 OK巨頭來了 Viper這時候趕快修城堡 但修城堡是讓普向剛剛那麼多人了 好 又一推 露馬過來想要抓 Viper的說明書 其實有點少 安全的墓區 右邊際沒有了 只剩下左邊這幾塊地方 可以安全伐木 熊熊這邊很專心 打到左邊的位置 只要這邊只要控好 Viper就會因為斷木而死去 火炮要看一下 火炮怎麼不見了 在這裡 火炮這邊是先拆掉前方的弩炮 但是後方的巨頭已經拆掉了城堡 好 Viper前線沒有防守了 火炮只能稍微夾一下 一定要拆掉更多的弩炮才行 好 又打掉了幾台弩炮 一台火炮 能夠拯救世界嗎 好 又打掉了一台 馬公趕快救 但是肉麻直接上去 直接把火炮砍死 Viper最後一台火炮直接倒地 也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天空熊拿下比賽的勝利 天空熊 這把打得非常漂亮 我們剛剛中間有講到 天空熊要選擇左邊還是右邊的時候 天空熊應該是有意識到 Viper的木頭 左邊只剩下安全地區了 而且右邊的最塊木頭也離自己家比較近 所以選擇右邊拘進攻的話 只能對上Viper的城堡 讓Viper可能會有更多的狗活時間 直到Viper左邊的木區 是最後一塊的時候 天空熊趕快全軍弩炮 往這裡廣送 最後是有比較多的黃金 拿下比賽的勝利 我覺得天空熊這個判斷相當正確 後期也確實轉出了大漏馬去抓火炮 讓Viper的火炮全部倒掉之後 自己弩炮就可以獲得無雙的輸出空間 相當舒服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天空熊拿到 鎖上的資源勝利 四勝物也是天空熊拿到的 麥可這一場實在是太慘烈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他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